现在把面条掰断 今天来跟宝宝做一个鸡蛋面条 宝宝吃的要把它弄小一点 洗干净的菠菜也来把它切碎 准备一个鸡蛋蛋清不要 用个蛋黄就可以了 水煮开把面条倒下去 跟宝宝做吃的就像这个过家家一样 做多了也吃不完 宝宝吃的稍微煮软一点 这样容易消化 面条煮了两分钟 把这个蛋黄叶倒进去 把它打散 青菜叶也倒进去 再煮一分钟就可以了 再来加一点核桃油 把它搅拌均匀 宝宝就可以开吃了 鸡蛋面条就做好了 补铁补盖 软辣好吸收 宝宝特别爱吃 喜欢的朋友你们可以试一下哦 啊 叫 是不是叫了 高加了 高加了 啸米切闭呀 快快走 来来来来 来 嗯 好不好吃 好吃啊 好吃啊 吃 先吃一下,先吃一下 熱嗎? 好強調 這就是吃麵條啦